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zzlab 我是正正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文字自动跟踪插件 这个插件是我在finalcut上一直用的一个插件 它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方便 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 请你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在YouTube搜索zzlab 然后点击红色的订阅 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插件到底如何使用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介绍这款finalcut的插件 它的名字就叫colors colors simple 我们在它的官网上也能看到 它是摩卡公司出品的一个插件 大家应该知道摩卡公司 它是一个专门做跟踪的这么一个公司 它的插件呢 效果也相当的好 它这里写的是69美金 当然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看看有没有免费的 试用版 好 现在我们就 找到了一段我拍摄的素材 这段素材呢是 一个 大概有 8秒的 一段素材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素材 它就是一个慢慢的平移的这么一个镜头 这段素材是用大疆的osmo拍摄的 它是一个高速镜头 就是一个超慢速的镜头 大概有240帧左右 好 那我们现在就 找到这个 Coloss Coloss我已经安装好了 它的安装呢也非常简单 这里边我就 不演示了 安装完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字幕和发声器的编栏里面 找到这个Coloss Coloss Simple Tool 然后我们 就可以看到它这里边有很多个 模板 就是它已经把这个字体 的出现和排版已经给你做好了 那在这里边我们就挑选一个模板 直接应用它 我们选一个 我挑一个 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好像 动感比较强一点 这里边你挑哪个模板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 跟踪并不影响它的排版 好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我们如果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模板放到这里面就是这个效果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跟踪 首先我们要点中这个 插件条 这个紫色的插件条 然后这是它的跟踪选框 现在我们就要选取一个跟踪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跟踪它的脚吧 跟踪脚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在起始针 这个脚 其实是消失的 是被前面 的这个腿 挡住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这个脚出现的时候开始跟踪 从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打一个M点 这个点只是我自己给自己做的一个标记啊 你可以不打这个点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跟踪 好 我们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计算了 在做跟踪画面的时候 尽量你的画面还是要拍摄的比较稳定的 否则的话跟踪还是 会出问题 好 现在我们已经跟踪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它这个跟踪效果 还是很稳定的 但是前面现在 还没有 我们再做一个反向的跟踪 从这个点往前 我们做一个反向的跟踪 把这个 reverse 勾上 然后点 track 它现在就在做 反向的 等于就是往前 开始做跟踪 当然一会儿这个点就会消失 它就会跟踪不到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惨 好 它继续跟踪前面这条腿了 应该问题也不大 那我们现在就从头看一下 OK 基本上是让我们觉得 还不错 效果跟踪的还是挺好的 因为首先这个画面 它的稳定性也特别好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插件里面的设置 看一下 先选中这个紫色的条 然后点 右上角 这个T 我们首先把它的buildout 去掉 因为我们不想让它buildout是什么的 就是最后的一个动画 出场的一个动画 我们把这个出场动画关掉 让它一直持续的 在这个位置 好 buildin我们还留着 进场动画我们现在留着 好 那首先我现在觉得它的这个位置我需要调整一下 我们把它的 整体的位置调整一下 我们 拖动 x周 我们把它放在左侧 大家看到这个bar position就是指的这个你这个整体的一个位置 我们把它调到左边之后稍微往下调一点 然后我们还可以调一下这个bar scale把这个稍微的小一点 哎 别太小了 稍微的小一点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没问题 OK 好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改变它的文字 我们找到这个 它下面写的colors 我们在这个colors 把我们要输入的文字输入进去 我们的字好像稍微有点大 我们把字小一点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 因为它下面还有一排这个 英文 我们把这个英文也输进去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英文好像 没有显示权 我们把它首先把它的 我们看 好的 哎 差一点 好的 那我们这个 看一下这个效果 OK 现在这我们看到还有条白线 它这个白线实际上是一个 连接的线 就是 要有一个指向性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 我觉得不需要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白线去掉 我们找到 下面 在这个设置的右栏里边有一个叫 Line Line color 白色的线 我们把它选成透明的 OK 没有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叫 Track Spot Track Spot 是一个跟踪的点 这跟踪的点 我们也把它设成透明 我们也不要的 OK 好 现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 想要的这个效果 这个插件在字体上 使用的时候稍微有点小问题 就是它的字体呢 是无法进行 阴影拉 外框线呀 这些 设置 所以呢 它就只能选择 字体的类型和字体的大小 其他的 选择不了 改变不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小问题吧 但是我觉得 不影响这个软件的一个使用的 效果 好的 好 我们看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字显示不全 这个out字不见了 然后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x轴 放在中间 它应该是被那个边上稍微的挡掉了一点 所以它就会消失不见 现在我们再来播放一下看看 OK 那这个插件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模板 比如说还有这种带图片的 图片跟踪的模板 你都可以去一一的尝试一下 好的 那我们今天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文字自动跟踪插件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想得到这个插件的你可以去网络上搜索 你也可以直接去它的官网购买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点赞 转发 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